哎莫兰 杨诚哥 你怎么过来了呀 过来看看你呀 你在躲什么 吃什么我看一下 你中午就吃这个啊 这个方便啊 我等会还要上上去嘛 你不炒个菜 这不就是菜吗 这个多没营养啊 对了杨诚哥 我怎么感觉你每天都过来呀 过来看看你呀 每天都过来 每天都过来看我 你不会是喜欢我吧 你你你这小小姑娘娇娇的 你说什么呢 你都叫我杨诚哥了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嘛 对吧 我跟你开玩笑的杨诚哥 你坐一下嘛 你坐 你砍这么多柴火了呀 太厉害了 我原来你来了 哎外婆 你吃饭 可以吃饭就吃饭嘛 我吃过了 杨诚哥 哎 你吃好了 吃好了 这这就出去啊 对要到山里面去了 然后家里面的草够了嘛 这两天降温 我要去山里面吃 一个人出去 嗯 你不怕山上有 那个辣条野猪 我可是山里面长大的孩子 肯定不怕啦 要不我陪你去吧 反正我也有有时间 你要是不怕累的话就去吧 外婆 我先去山里面了 你在家里面吃饭 你注意安全啊 好 外婆我陪莫兰出去了啊 哎 莫兰 还有多久到啊 马上去到你 你先就在那上面 你不是说几步路吗 你是不是走不动吗 有点 平时都是在外面做生意吗 很少爬山 要不我拉你一把 不不不不不要 这怎么行吗 我一个大男人 怎么好意思让你拉 山丞哥 你这身体是不是可不行啊 你再想锻炼了 你先走吧 你先走吧 我在后面慢慢追你 哎呀 山丞哥 把你累坏了吧 没有没有 就当锻炼一下身体 你搁这些草干嘛 都枯萎了 这些草 这不贴马上冷了吗 把它搁回去 垫牛栏 哦 这样子啊 我们家的旅游 可是我的好伴侦 不能亏待了他 做你家的旅游啊 那可是真幸福啊 要不我来搬你搁吧 不用了 你不费的 哎 这有什么不费 你之前不都在外面吗 想你这个活的话 一时不习惯了 沐兰 怎么了呀你 你闷闷不露的 男神哥你知道吗 其实我很羡慕你的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呀 你从小就有爸爸妈妈的陪伴 你知道吗 小时候我最讨厌过年了 因为别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都会回家给他们买 好多漂亮的衣服 我也盼望我爸爸妈妈 能回来看我一次 只要一次 我想我就很开心了 可是他们一次也没回来看我 每一次都是 我外公外婆陪着我过年的 你不是经常说 我很懂事 很能干吗 因为我知道 我是被放弃的那一个 只有拼命的努力 才能有安全感 才能让我成长的速度 赶得上我外公外婆 饱去的速度 可是我这么努力呢 还是没赶得上 外公的力去 这样的无力感 遗憾 我再也不想 体验一遍 莫兰 莫兰 把你的手给我一下 怎么了 给我就行了吗 杨诚哥有句话想对你说 你好好听 可以吗 无论现在生活有多么的窘迫 你都要相信一句话 听将大任 与诗人也 必须苦其心智 恶其体 劳其经过 所有美好的事情 都在历境当中发生 命运的此轮 也一定会撞动 美好的事情 也即将会发生 只要心若向阳 一定会好的 莫兰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 一定要记得给杨诚哥说 好不好 有任何问题 给杨诚哥打电话 好不好 好了 就是有点事前 也比较晚了 那我的心走了 拜拜 莫兰 莫兰 你没事吧 来我扶你起来 来 醒起来 你看一下脚有没有问题 没事没事 哎呦你挑这么东西这是去哪里啊 我去镇山卖 去镇山 今天又不敢急 又这么冷又没什么人力 镇山又不好卖了 现在不是快过年了吗 有很多人都回来了 我就去 不莫运气 冷漫一点是一点 去镇山边怎么不走好一点路啊 这条路都走不了啊 这条路 这里近一点吗 可快一点 你这怎么还拿着橙子去卖呀 这橙子都不好卖呀 就家里种的橙子吗 嗯 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不好卖 那我帮你提上去吧 但是放在家里面又会怕它坏掉 慢一点 慢点啊 慢点 这花生都撒出来了 莫兰 哎 这发生还可以卖吧 这种 这个不卖了 我自己吃粘了 我把那个好的去卖就可以了 这个这个链是你们家的吗 这个链不是我家的 是一个爷爷家的 哦 莫兰 我正好开车过来了 我送你去镇山边吧 说了吧 杨森哥 不想麻烦你 哎呦 这有什么麻烦的 你挑他挑过去的话 都要半个多小时 没事 我自己走半个小时也很快的 哎这么远的路算了算了 我来挑我来挑 不用不用 你放着放着我来挑 你挑不起的 坐 哎呀 这么这样呢 莫兰哎 你这拉这个可以哦 奶奶很不清那种 好 哈哈哈 这个应该很好卖吧 不知道啊 会不会运气吧 你这大概能卖多少钱 三百块钱左右 三百块钱左右 哎 那我先去那边 转一下 那你在这里卖 嗯 好 你先去拿了 杨森哥 嗯 好好好 我先走了啊 好 好 莫兰 能卖了怎么样 卖了10块钱 卖了一点花生 哦 卖了点花生 嗯 哦 那还不错 哈哈哈 加油啊 好 来 拿瓶水给你喝 谢谢 哈哈哈 继续加油啊 现在还早 啊 我还有点事情 我一会再过来啊 好 妈 喂 过来了 你自己妈妈还不过来 给我们 你看一下 就是那个女孩子卖的东西啊 全部帮我买了 媳妇还没去 你那个白家子 买你要买哪呀 老妈你看好了啊 这个 有可能就是以后你的欧媳妇 有那么好事啊 真的 来 我给你钱 你去帮他买了 他那里大概400块钱 我不要钱 拿着嘛 拿着 杨诚哥啊 我卖完了 哦 这么快就卖完了 对 因为我本来这个货是300块钱嘛 但是那个好钱的阿姨 她说 我的 值 600块钱就给我600 哦 那你今天太走运了哦 哈哈哈 就是谢谢你 杨诚哥 要不是因为你的话 我可能就错过这个客户了 啊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哈哈哈 杨诚哥 啊 要不这样吧 我看 你也没有手套 我去给你买一副手套吧 哦 手套不要 不用 你这个情留着给啊 外婆买点衣服啊 给你自己买点衣服 你看这衣服都很旧了 我没关系的 我等会会给外婆买一双鞋子 但是我看你也挺冷的 就我去买一副手套吗 哎 不不不 不用 你看这听说也不早了 路灯都已经亮了 又下着毛毛细雨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不用 我自己走回去就可以了 哎 我我送你回去 因为今天太晚了 好不好 买东西的话 要不你给外婆买东西 下次再买了 好不好 哎 不说了不说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我送你回去 走谢谢 莫兰莫兰 可以啊三哥 这么早到这来了 想要找你还不紧张吗 这么大的雪不在家里面好好休息 跑到山上来砍柴干嘛呀 没有砍柴呀 我是给一个奶奶送点干柴过去 她那个柴快烧完了 你就算是要送柴 你要等到雪填了嘛 你看这路这么滑 要是把你摔到了这可怎么办呀 这个雪一时半会停不了的 而且这几天可能都会下雪吗 我怕到时候不给奶奶送点柴过去 到时候没柴火烧了会冷到他 你心地可真善良真好 你奶奶对我很好的小的时候 也很照顾我 这样子是吧 而且邻里之间互相帮助 也很正常啊 你太棒了 你这样子把柴火放下来我来挑吗 杨成哥 你确定你呢行吗 哎呦你不要小看我 就这么一点柴火 我这么大个男人还挑不起来吗 为了证明行不行来你把它放下 可以吧 哈哈哈放下我来挑 有点重哦 哎呦这得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这个 这个是小菜一碟 天呐你没事吧你 哎呦没事没事 起来起来 哎呦 有点滑有点滑 对我就是这路太滑了 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来 哎呀 不是什么我挑不起我再来试一下 不要不要 你不要耽误我时间呢 主要是这个雪 太滑了 而且这这这这这雪压着这饼蛋 他他他他太重了 也是有点点重 那也有一点点滑 没事我来吧 行行行 你给我搞不错呢 你看你头发都湿了 我来 啊 啊哈哈你看上面都是雪 对这个雪太大了 今天的雪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不远了 不远了是吧 不远了就在前面你看看 哦就这里啊 哎是的 那里慢一点哦 真的是好滑 你看我一上进就滑倒了 他在等会那个雪又大了会不少 你慢一点啊 别摔倒了 还是你厉害一点 木兰慢点哦 这路好滑 你知道你要这样一点 哦就在那里是吧 对 奶奶 啊 你来了 哎我给你送干柴过来了 隔了准备花了 隔了点 我爸平常放那个地方 到时候你也不好拿 我放那边去啊 奶奶 木兰 这柴火换这里吗 在那里我经常放这里的 放鞋面的话他不好 他不会胆着奶奶都丢 行的 啊你经常给他送啊 别冷了吗 就会给他送一下 因为下雨天在这房子里 奶奶 终于坐 好 奶奶好 这个是新鲜藏朋友吧 不是的奶奶 这是普通朋友 不是 对 对该认识的普通朋友 哈哈哈 奶奶 明天赶急了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 让我帮你卖呀 还要点拿菜 哦 纳肉是吧 啊 啊 啊 你帮我卖上来 嗯 好 下雨了 下雪 我去的 奶奶你下雪你就别出去了 啊 路很滑的 我看你会就是那个嘛 路滑不容易走路 你来把那个腊肉给我嘛 我来帮你卖 啊 嗯 好 这有点黑啊 就这些哈 我来 哦 我奶奶还烘了这么多腊肉啊 奶奶我帮你用这个袋子装着啊 那我到时候帮你卖好的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钱给你送过来啊 谢谢你啊 哎呀 不用紧奶奶 哎 我就先走了嘞 我怕到时候那个雪又加大了 奶奶你坐啊 哦 那个材我就帮你放到旁边了 我先走了啊 啊 来来 拜拜 奶奶你以后 以后有什么事你告诉我啊 妈妈走啊 好 来来 拜拜 莫兰 哎 你等一下 别动 别动 怎么了 你这领上有点东西啊 有点什么呀 有点好看 哈哈 你安诚哥你就别开玩笑了 对了 你那个手套也该放一下了嘛 你看又湿了又烂了 你看一下 没关系啊 干活饭店嘛 而且可以帮忙 哎呦 我今天这个雪真的下的可以啊 满山遍野都是雪白雪白的 莫兰 嗯 要不今天我们去看雪去 山遍我还要去地里面割红薯汤 去会牛呢 你看你每天都这么满满碌碌的 都不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时间 要不休息一下 你那个活我陪你一起去干 好不好 换了吧 我就不去了吧 好了好了 总得要放松一下自己的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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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这雪景景是太漂亮了 莫兰你快点 这个松树上面这雪花漂亮不漂亮 漂亮 你到这下面来看一下 你看 谢谢 哎 老水哥 干嘛 哈哈 哈哈 来吧 哈哈 莫兰你看我 哎 呀 哇 好漂亮啊 哇 好漂亮啊 哎 哎 这个地方漂亮吧 哦 好漂亮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带你来这个地方吗 为什么呀 不仅是因为这个地方漂亮 最重要的是 这里是我们第一次遇见的地方 最好吃的 每一次看见你不是在干活 就是忙忙碌碌的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你也总是迎难偶善 从来都没有抱怨过 你知道吗 你也总是迎难偶善 你知道吗 你的笑容很有感染力 就像冬日的阳光一样 哈哈 有吗 我觉得还好 哈哈 不然 希望你以后能够给自己一点时间 去发现更多的美 以后有什么烦恼 你都可以对着这个地方大喊出来 哈哈 让它随风允趣 就像这片洁白无瑕的血一样 犹豫保持着童真乐观 做一个无冤无虑的姑娘 谢谢你杨胜哥 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了 有你这个朋友我很开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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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